好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TensorFlow一些比较基本的操作 咱们来看就是说这些基本操作呢 其实呢咱们可以跟这个Numpy这个酷啊 NUMPY可以跟这个Numpy对比一下 咱们对比一下咱们就能发现这么一个事啊 其实来说这个TensorFlow的操作跟Numpy没差太多 咱们来看假设来说我现在想创建出来这样一个长量 比如说一个长量矩阵 这个长量矩阵呢它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三乘四的 咱们怎么办呢 在Numpy里啊咱们是不是掉一个Numpy.zeros啊 在TensorFlow当中啊也是一样的 咱们是掉TensorFlow.zeros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指定出来了 咱们这个股价它的一个长和宽啊不是长和宽 它的一个航和列的大小 那么最后面呢是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关于这个数据类型啊 这里需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说在TensorFlow里边啊 咱们最好是用这个Float32 因为呢无论大家是用这个CPU的模式 还是用这个GPU的模式啊 它Float32都是支持的啊 也是推荐大家 最好啊是用这个Float32的格式 用Float32一般来说是没有太多错误的 你要不用这个Float32啊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错误 而且这些错误啊不见得来说就是你能很轻易查出来的啊 建议大家咱们格式啊都以Float32为主 比如说咱们TensorFlow.zeros 咱们就可以创建出来这样一个都是0的矩阵啊 咱们可以用TensorFlow.zeros like 跟咱们安排一样吧 比方说这个Tensor定义一个变量 Tensor它是等于这样一个结构的 咱们想定义出来一个都是0为值的一个这样矩阵呢 但是呢这个矩阵的矩阵的行刻地啊跟Tensor一样 咱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Zeroos like函数啊 来完成这样一个复制的操作 还有TensorFlow.1跟咱们这个Zeroos啊 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说呢最后定义出来的都是1开头的吧 不是1开头啊 矩阵里边的元素啊都是1吧 One's like一样啊都是一样的 咱们不说了 还有呢咱们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些敞量啊 比如说TensorFlow.constant啊 就是说咱们要定义出来这样一阶阶的长量 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有些麻烦啊 就是说咱们是不是看啊 就是说这里边其实它就是一个长量啊 只不过说呢 咱们想给它转换成一种TensorFlow所支持的计算格式 咱们就必须要用TensorFlow.一个函数 对吧 TensorFlow.constant TensorFlow.variable来去创建这样的变量 或者说创建这样的长量 好然后啊咱们也可以指定一个shape吧 比如方说这个shape里边都是这个-1.0的啊 跟这个serum是差不多 还有一个lenspace 这个lenspace啊其实跟numpi也是一样的 lenspace的意思呢就是说 咱们从第一个数开始到第二数结尾 然后呢咱们之间在这期间啊 创建出来这么三个数 还有这个runge 这个runge啊其实咱们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你熟悉numpi啊 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tensorFlow相当于另一种numpi的格式 它定义了自己的一系列的底层结构啊 其实这些底层结构啊 跟numpi的操作啊差不太多啊 还有这个runge runge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开始的 有一个结束的 然后呢在开始的到结束的之间啊 咱们每几个一加 比方说我开始的是三 然后呢结束的是十八 但是不包含最后一个结束的 每三个一加就是三六九十二十五啊 这是tensorFlow啊 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操作啊 其实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 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 tensorFlow啊其实跟numpi的操作啊 差不了太多 可能呢这个名字上啊有一些区别 但是呢实际上啊 从咱们看看它的一个操作来看 操作起来啊是没差太多的 然后呢关于tensorFlow啊 它还有一些比方说啊 咱们可以进行一些随机值 在这里呢比方说啊 咱们要建立出来一个啊 一个高斯分布吧 咱们可以指定出来这样一个均值 指定一个方差 然后呢指定出来这样一个构造结构 它就可以它就可以啊 帮咱们创造出来这样一个随机的矩阵 随机的矩阵呢就满足这样一个分布的 嗯然后呢对于一个长量来说啊 或者是一些变量啊等等啊 比方说就是一些tensorFlow支持的量 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suffer吧 哎suffer什么意思啊 进行一个洗牌操作吧 比方说现在是123456 我可不可以是125634啊 哎对咱们原始的量进行一个洗牌操作 然后呢咱们来说啊 就是说咱们要执行这样的操作 我们看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先定义出来了这样一个长量啊 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个长量 再进行一个suffer的操作啊 咱们该怎么办啊 直接直接执行这个suffer的操作可以吗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在python中在nanpy中啊 咱们都是可以的 但是啊唯独在这个tensorFlow当中啊 咱们还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进行一个操作 咱们先需要把这个session给它创建出来啊 刚才咱们是用什么创建的 是vays tf.session吧 咱们也可以呢把session啊 付给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这个sess等于tf.session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ess啊 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这里呢虽然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可选的 推荐大家啊用这种vays的结构啊 因为这个vays的结构啊 更规范一些 tensorFlow呢也是推荐咱们使用这个vays tensorFlow.session s.sess这个格式 通过定义好了这个session啊 咱们就可以在session这个计算模块当中去run一下 比如说咱们去run一下这个构造出来这样一个分布 run一下构造这样一个suffer啊 下面就是咱们一个结果啊 咱们就不再多说结果了 然后呢咱们再举这样一个小例子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了 咱们现在就是说 以0为一个变量的初始值 然后呢对这个值啊 每次进行加1 咱们迭代 不是迭代 咱们这么循环三次 咱们把每次值给它打印出来 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如果说让大家用python做 咱们是不是 我想就是一个复循环里 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操作吧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个tensorflow当中啊 咱们就稍微麻烦一些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是不是说 咱们还要把这个变量给它创建出来啊 tensorflow.variable 把这个0给它创建出来 咱们第一个值是等于0的 咱们让这个值啊 等于state 然后呢 咱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 要让这个当前这个值啊 进行一个加1的操作啊 这个加1的操作 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来看一下 简简单单的 简简单单的一个加1的操作啊 其实按照tensorflow 一个标准的格式 咱们需要这么写 tensorflow.add 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一个加法了 什么样进行一个加法呢 对这个state 这个variable变量 加上一个1 加上这一个1是什么 1是一个长量 所以说 咱们要用一个tensorflow.constant 就是说 把这个长量 构造成一个 咱们tensorflow 支持计算的格式 通过这样一个格式啊 咱们是不是就是说 算出来这样一个新值了 其实这个新值啊 就是咱们这个state的值 再加上1就完事了吧 得出来了这样一个新值啊 咱们想把这个新值啊 付给咱们这个state 咱们该怎么写呢 原来咱们是不是说 就是state的 加等于什么什么 对吧 但是在这里呢 咱们需要还有一点麻烦 咱们在这里啊 再说一下 tensorflow.assan 这个assan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要把home这个值 付给前面这个值 比方说 在咱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咱们就要把这个newvalue 这个值啊 付给成咱们state的 也就是说 对咱们state的这个值啊 进行一个update 一个更新的操作啊 结果等于update的 可以看啊 就是说 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 进行了这样一个 加一的操作啊 咱们需要 按照tensorflow的一个 标准的格式 咱们来完成这个操作 现在咱们干一下什么事啊 现在咱们是不是说 把它的股价给它写好了 给它股价写好了 它还不能计算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还没有 这个session计算块吧 所以说 咱们先打开一个 这样session的计算块 在session里呢 咱们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说 session.run run一下 把咱们刚才定义好的 这三个操作啊 给它执行一下啊 就是说 把咱们的这个 global variables 给它初始化一下 初始化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 这三个值了吧 得出来这个三个值啊 咱们就能 咱们就能得到 这个update的值了吧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咱们要循环迭代三次吧 每一次啊 咱们是不是都要进行一次run啊 也就是说 每一次咱们是不是要得到一个新的计算结果啊 一个新的计算结果 咱们都要在这个session当中去算 也就是说 咱们还要写这样一个复循环 循环三次 每一次呢 这个session啊 都要去run一下这个update啊 也就是说啊 执行了这样一次操作 执行完了这样一次操作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新的state值啊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新的state值再给它打印出来 那么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计算结果 我们看啊 从0 1 2 3 对吧 进行了每一次加1 这个代码结构啊 可能略显复杂 咱们现在来说的 就是说 只是通过一个加法来说啊 看着有些稍微复杂 一会儿呢 咱们下场课啊 咱们来讲一个 线性回归的例子 咱们拿线性回归的例子再看啊 其实它就没那么复杂了啊 咱们现在其实给它写的是 有点过于复杂了 只是给大家说 咱们要按照tunsonflow 给咱们定义好的 这样一个格式来进行写 其实呢 来说啊 它并不是很复杂啊 咱们现在来看 做一个加法来说 比较复杂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加法只是简简单的 加进行一个加1嘛 但是你要进行一次sgd呢 进行一次反向传播呢 你要写多少代码啊 在tunsonflow当中 咱们只需要很简单的代码 就能够完成一些 比较复杂的操作 虽然说 也就是说tunsonflow里啊 无论你简单的操作 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操作 咱们用的代码调啊 其实来说是差不多的啊 大家不要恐惧 就是说 可能大家先来看 哎呀 tunsonflow好麻烦啊 其实呢 大家往后看 咱们就会觉得 tunsonflow啊 其实用起来 按照它这个规矩来写代码啊 其实还是一件蛮方便的事啊 大家以后就能发现这个事了 好 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说 嗯 这个saver啊 咱们先啊 咱们先简单说一下吧 咱们之后还要说 就是说呢 tunsonflow里啊 其实它还有这样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saver saver这个类呢 其实 它是干了这么一件事 咱们是不是每次啊 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啊 咱们在进行这样一个操作的时候啊 其实 咱们可以把当前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 当前一个状态啊 进行一个保存啊 比方说 我把当前的一个session啊 可以进行一个保存 当前session是不是执行了当前出纸画完的一个操作啊 咱们可以把当前session进行一个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咱们在接下来的某某某块啊 咱们还可以把这个session啊 给它调出来啊 就是说 咱们tensorflow还有这样一个saver的操作啊 咱们之后啊 用到再说 现在呢 可能看着不是很明显 好 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说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举了一些numpy的例子啊 就是说 numpy咱们是不是大家都比较熟了 比方说 我用numpy创造一个都是0的矩阵 一个3乘3的矩阵 这个矩阵当中呢 都是0这个值 咱们怎么办呢 np.0是吧 3 大家现在是不是想要做这么一个事啊 我现在numpy玩的非常非常熟了 你能不能给我把numpy这种格式啊 转换成tensorflow的一种格式呢 tensorflow也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函数啊 我们看啊 tensorflow.convert to tensor 也就是说 可以把咱们numpy的一种格式啊 转换成tensorflow所支持的那种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咱们在这个session打印出来的 就是咱们的一个转化完的结果 咱们转化完的结果啊 是不是跟咱们numpy创建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想用numpy来进行一个处置化 你也可以再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这只是啊给大家来提供 可以啊提供出有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啊 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 我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按照tensorflow给咱们定义好的 这个wariable结构 或者是constant的结构 来进行这样一个处置化 这种处置化呢 是tensorflow啊 比较支持的格式 然后啊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个事啊 就是说 还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placeholder 这个placeholder什么意思啊 这个 这个placeholder意思啊 就是好比说 你先创建出来了这么一个东西 啊 我先怎么说呢 还是在咱们这个session当中啊 刚才咱们说 是不是说 创建一个东西叫做w 创建出来一个东西叫做x啊 这回咱们先创建placeholder 创建什么 它是先站上这么一个地儿啊 就相当于站上一个毛坑 你先把这个坑给我站上 站上这个坑之后呢 在session当中啊 取得一席之地 好像是这个含义啊 取得这么一席之地之后呢 当咱们实际用到这个时候啊 咱们再往这个placeholder 再往这个站的这个坑上 进行一个复制操作 咱们来看 咱们是先定义了好了 这样两个placeholder 分别等于input1和input2 它们两个呢 在placeholder里啊 咱们需要指定它的一个格式啊 这里咱们就都指定成 tensorflow.flow32 flow32也是啊 咱们一个默认的 不是默认的格式 就是说推荐大家使用的格式 然后呢 咱们要对这两个input1啊 和input2 进行一个相乘的操作 咱们来看 这样进行一个相乘的操作 在这个session当中啊 咱们怎么样进行一个相乘的操作 我们看 session.run run这个output run一下咱们这个 这个执行的一个 就是说 run了一下咱们这个操作 run这个操作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说 现在这个placeholder 它们还没有值啊 咱们在哪复值啊 咱们是在run这个函数里边 进行一个复值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dictionary 就是说 指定一个fee的dictionary 指定出来这样一个字典的结构 在这个字典里呢 进行一个复值 这个key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输入 比方说这个input1 这个placeholder 它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7 input2 等于这个placeholder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2 也就是说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placeholder 以及呢 这个fee的这个势量 这两个函数呢 就是说 可以让咱们在 转的时候 进行一个复值 然后呢 在转的时候 进行复值啊 再去得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 看起来啊 操作其实还是蛮麻烦的 其实呢 这个placeholder 用处也是蛮广的啊 咱们之后啊 在用的时候 咱们再详细说这个事 那么现在这个运动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 还是等于14的吧 其实啊 就是说 跟咱们先创建好variable 然后再进行一个操作啊 它们的结果来说 是一样的